大家好 我是阿刚 前两天自己喝酒 把自己喝多了 结果两天没更新视频 今天我吃一些中餐我还满胃 然后舒服一点 过两天再吃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身后是一间我们这里比较好的一个中餐店 凤林小酒家 以前的时候逢天过节我都会来这里打包 然后 然后去我丈母娘家吃 上面都是马来西亚的特色的东西 我点了一个这个生虾芝士做的 这个样子的 它这个是一只虾400克 400克大概80块钱马币左右 我觉得很贵 没舍得下手 我媳妇下了手 这个应该是芝士的螃蟹应该 这店 一公斤螃蟹是125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贵 来看我没没点螃蟹 螃蟹有专门吃螃蟹的地方 让那种海南村呢 或者是我那天吃的工夫螃蟹啊 这类的地方吃螃蟹比较正宗的 然后价格相对来说是会低一点 点了一份这个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特色一点了 这个是芋头 下面 把芋头挖空了 放一些虾膏 就是屁屁虾的肉 公保的做法 它这个虾是一公斤是168 就是1000克值168 我们大概400克是67块2 这一餐呢135 加上服务加上消费税值143 我一直是想在马来西亚吃一些马来的特色 然后我自己回家学着做一下 但是呢 我现在家里还没有那个条件 等我以后方便了哈 有这条件了 然后我会学习一些马来西亚的菜 然后教你们 怎么做马来西亚的菜 这一天三天我觉得可以来吃一些 传统的中国菜 像粤菜这么的感觉 高档一点的 中档的都会有 今天打包回来的菜哈 我觉得它打包的比较业余哦 比如这个菜哈 这个菜的馒头应该单独放的 放在泡汤里面都不一样了 我们叫泡囊固了 我不知道马来语或者是广东话这个怎么说 不过它这个 芋头的这个 公保虾膏哈 我觉得打包哈 这个虾膏会多一些 我觉得我以前 打包没有这么多量 现在我打包的量很大 我觉得 这个打包比较划算 这个虾在河里哈 也看不出来大小的 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我们来看看这个虾哈 哇 我感觉80块钱吃这个虾有点不值 感觉上不值啊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 不过 这个虾很大哦 他这个应该是先炸过的 炸过之后 很香哦 炸过之后 用芝士又煮了一下 我觉得 这么大一只 我们把这个虾肉先扒出来 这个虾应该有那个大脚 大脚应该有个小钳子那种 我认为是那种虾 跟普通的虾不一样的 我觉得 这个虾是看着不值这个价 吃着我觉得应该值 因为 打包盒没有档次 尝一下什么味啊 老香啊 这个起司的味道哈 它又香醇 又浓郁 这个虾呢 你就炸完的特别香 然后这个虾肉 又比较酥脆 然后 里面呢 就是有一些劲道那种感觉 看着不值八老盐 它吃着我觉得值八老盐 但不过八老盐挺心疼的 呵呵呵 这个就是我说的 被泡囊骨了 我们就囊骨 就这样子 它尝到什么味 这个菜就跟我们在 卤肉饭那个肉似的 然后拿这个馒头吃 也行 就是 打包哈 不要要求太高了 这个是我认为最实惠的菜 就打包的量很大 你看他们这个公宝哈 就是 酱汁的 在中国的 四川的东宝是干的嘛 它这个酱汁再放一些辣椒 跟中国的公宝完全是 不是一个概念 这个虾哈 高地我要学是怎么做 然后 我做好了 我 研究研究 交给你们 等我有工夫呢 因为 马拉西亚的东西我还都不知道调料都是 是什么东西 我得掌握一下 等我掌握好了 然后我好好教你们一下 等我有条件 不要着急 可能得半年 我还没有粉丝 大家如果 喜欢我的 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一下 录过的点个赞也可以 谢谢你们的支持 来一边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